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再要去哪裡 欸 彩家還在這 那 這裡 對 少爺女已經死掉了 欸 先生有 喔 有寶框裡了 然後進來這邊就看到老師了 彩家 還有變態老師 呦 彩家 這你臉已經沒有怪物了 變態 彩家怎麼變這樣了 這是因為該物太恐怖 引起了恐慌 彩家被洗了 所以不是跟你講說要討安全的地方去嗎 等等 現在稍微安靜一點 但是 沒關係 有我 才有問題 我知道了 變態 彩家就拜託你了 我還有些事情要去那邊釣尋一下 等等 我想在職員室的台積上面應該有 不存在的精神安定劑 能去拿一下嗎 喝下去應該能稍微冷靜一點 我知道了 小心點 千萬不能死 你也是我重要的學生 老師 謝謝你 不 應該說變態 好啦 我們去拿那個 不存在的精神安定劑吧 好 昌年的工作台 今天奇怪 找不到精神安定劑 阿對齁 那個 鑰匙 這裡也可以找到 打開了 打開了 蛤 抄了一部分 抄了一部分 抄了腦子 好 現在得到抄的第二個部分了 接下來我們就回去 幫彩 幫彩家收屍吧 彩家 彩家 彩家醒醒 彩家 怎麼會 怎麼會這樣 這怪我沒有保護好 怪物突然出現了一點錢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到 可惡 沒能把重要的學生保護好 變態請不要自責 都是惡靈的錯 如果不處理惡靈的話 變態 你受傷了嗎 必須包扎好 我沒問題的 別管我 快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對了 這個 巡邏的時候偶然發現的 說謊 這個是操著手 你這個控手情節的變態 操在世中的前一天有拜訪過我 操想和我談一些事情 因為我很忙 所以沒怎麼聽見操的話 我知道操很痛苦 那個時候如果還要聽操講話 也許就不會這樣失去蹤影了 就只能跟你講話才失去蹤影啊 真的是 我沒有去 我沒有救操的資格 你要去救那個孩子 得到了操的手 然後 不過 還沒有來到啟動此函 那麼 我們先 欸 葉真是不是還在我身上啊 欸 真的欸 葉真還在我身上 Cookie有什麼問題嗎 快去救葉真 她是我的同學 怎麼一下要被趕出門外 好 寶礦裂水套 好 寶礦裂水套 這 這是要給我的嗎 3 3Q 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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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跳什麼啊 這 這水沒有怪 奇怪的東西 Cookie 不是我 真是你 可是 這是什麼東西 雖然像鑰匙 我就這麼沒信用 可是這確實像鑰匙 可惡 竟然不快 我已經要睡了 不要打擾我 獲得了鑰匙 你都被那門卡著 有什麼困難嗎 交談 這個學校的學生幾乎都是住宿學生 像Cookie這樣的走毒是很少見 我嗎 我當然是住宿生了 有什麼困難嗎 由於被異界所淹沒 學校便有亂七八糟了耶 沒想到我的房間會和圖書系連起來 今天嚇了一跳 嗯 雖然我有父親 但他很喜歡科學實驗 總是一頭搭在自己的實驗室裡 就是讓人頭疼 我也很喜歡讀書 所以總是悶在圖書室裡 唉 果然是遺傳 有什麼困難嗎 學生會會想 看上去雖然是那個樣子 實際上是個很可愛的人 會像小孩子一樣惡作劇 有時候就是讓人困擾 嗯 這一張都沒變了 這裡呢 喔 還沒灑鹽 這裡吧 Cookie灑上了鹽 感覺惡靈的氣息消失了 欸 最後他自己東西就會頂住了 算了 就聽他演奏完吧 謝謝你聽完我的演奏 然後就拿這個鑰匙 獲得啟動磁盤 這裡放的鋼琴 等一下喔 可以儲存 好 我再採來一次看會不會被鋼琴壓死 結果還是被鋼琴壓死 www 詛咒不是已經解除了嗎 www 才不會放棄呢 好了 走吧 接下來 接下來 去用啟動磁盤吧 啟動磁盤 這個 是 是的 請輸入密碼 橘茶紅白灰 橘茶紅白灰 等一下喔 橘 七八四五 零 好 七八四五零 啊 那個黑色的 這是影子吧 好 那再來是這邊 橘茶紅白灰 黑金綠藍紫 看一下 黑 黑 三 一 二 六 九 三一二六九 三 一 二 六 九 這樣就得到操的心臟 那 這邊應該就沒有什麼了吧 然後再來就是去 拿緊急通道的鑰匙去找我們的 他叫什麼啊 公堂 差點忘記了 一個沒有存在感的人 欸 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在理科室出現的那個影子吧 死隻狼 打開了 公堂 公堂君 Cookie 你受傷了 我被怪物抓住了 想逃的時候被怪物弄上的腿 我動不了了 好痛苦 救救我 剛才的聲音是 抄獎 公堂君能聽到 抄獎現在很痛苦 可惡 如果我早點救救抄獎就不會變成這樣了 公堂君 我從幼兒園開始的時候認識抄獎 我們倆金桃文在一起 終始以後因為害怕和女生在一起 會被周圍的人取笑 所以我就一直和抄獎保持著距離 我知道抄獎一直都被人欺負著 但是我沒能保護過抄獎 直到這一次 對不起抄獎 我們倆保護你真的對不起 現在我就要去找你了 我會一直在你身邊 所以請不要再悲傷了 抄獎 公堂君 呃... 我們追究看他好了 公堂君振作點 嗶嗶 啪 我才不會放進了 好啦沒辦法開 公堂君是必死無疑了 好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快速掠過喔 呃...看看情況 抄獎求你了 追究攻橫君 抄獎 你來接我了嗎 抄獎 這樣就你一直在一起了 我愛你抄獎 別自作多情了 我對你沒有感覺 什麼特別的感情 去死 呃... 啪... 抄獎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樣 抄獎 然後... 就趕快到廁所去 不能回頭的走啦 回到了夜樓廁所 欸... 走太快 是在南側 好像是公堂的屍體 打開車門了嗎 找到抄的一部分 抄的腳 奇怪它隔壁不是女側嗎 為什麼可以直接撞進來 整個叫莫名其妙 還缺了哪一個部分啊 我還要哪一個部分沒有解到嗎 我還要哪一個部分沒有解到嗎 嗯... 等一下我們去問...去問Bob Bob應該知道 嗯... 這裡應該沒有變馬 Cookie我是第二個你 我們沒有見過面 這就是命運 但是我會一直保護你的 有什麼可能的問題是 嗯... 六個部分 嗯? 六個部分 還缺哪一個部分 我還有哪裡沒有去嗎 這裡應該都... 去了吧 沒關係 我先... 先去... 把他... 的... 身體給放回去 寫出右臉 那樣才能解出詛咒 插著手 插著腳 插著心臟 插著頭 插著頭 插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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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著眼睛 說要看 眼睛 眼睛在哪 插著眼睛 插著手 插著眼睛 你就會忘記 到底 東西在哪裡 好 這樣就收齊了 好 接下來就直接 好了 這樣我們就把所有的 操的零件 給組成了 操的眼球 已經把所有的部分都放在地台上了 但是沒有任何反應 為什麼沒有反應 好 接下來就回去找龜瓦先生 然後我就去問龜瓦先生 為什麼沒有反應 你是不是騙我 我是不是應該走的裡面比較快啊 算了 還在嚇人 嘻呵呵呵呵 哭了 原來如此 你已經把少女的肉體放到地台上了 最近你如此還是解除不了詛咒的 我還是需要祭品 祭品 湖邊的紅色墓碑看了嗎 死後被刻在墓碑上吸的靈魂 會成為釋放少女的靈魂祭品 墓碑有四座 我把四個人刻上名字是不行的 這四個人的墓碑中三個已經刻上名字了 還有一個 還剩下一個 如果犧牲掉誰的話 如果這樣的話 那讓我來犧牲 這是不可能的 那些墓碑是由少女的 願恨所 寄願所形成的道具 不是少女怨恨的人 在名字上是刻 不是少女怨恨的人 名字是刻不上墓碑上的 你是想要拯救超的人 超是不會怨恨你的 那麼其他活下來的人 要犧牲掉誰請好好考慮 超是講主願恨的人 保存 其實我很想要再殺一次月珍 看他的對話會不會有不一樣 我們一樣把男性的結局兩個都破了吧 Cookie 我是第二個人 我們沒有進攻你這些秘密 但是我練保護你的 這個不便 好 困難嗎 問題是 要犧牲掉誰 Kookie已經自己決定 剩下操獎主 葉恨的人吹夜 就想不到別人了 要等 一樣把兩個結局都給破出來好了 殺死 操獎 更亮我 就那個世界好好反省吧 不行 做不到的 不行 做不到的 啊 對不起操獎我什麼事都做不到 啊 夜真君的聲音 發生什麼事了 夜真真過分 隨便就把我的眼鏡摘了下來 所以我一不留神 這邊來解除 組裝的條件 就全部湊齊了 來 Cookie去吧 請就就操獎 等一下 你把夜真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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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早 結果沒想到夜真是 夜真是 誰知道你我要去虧人家 超獎 謝謝你能找到我 等等 嘻 嘻 烤箱怎麼了 超人上我的胞鞋 這樣的話應該沒事了 這樣 外面變明亮了 變態我們出去看看好了 這裡是教室 全部都恢復了嗎 欸 操 操 看不到我嗎 嗯 這裡就 就是 這裡就好像是一樣的了 好 這邊我們就應該不會有不一樣了吧 應該最後就是主要就是看完記憶之後老師會怎麼變我們的男主角 啊 好 好好喔 你不相信 啊 你不相信 黃 紅 然後我們就回來了 蛤 這裡都沒變 然後又回到我們美凡的身上了 是嗎 那真是痛苦 我明明就真煩 沒有真煩的話 我會很孤獨的 別那麼膽純 沒事的 各一段時間他可能會原諒你 所以拿出精神來 就算一個人在自己哭泣 也不會改變任何狀況啊 嗯 好了 外面開始變暗了 所以快回家好了 老師會送你回家的 你要伸出狼爪嗎 你個變態 好吧 那麼我們就 就直接接續看原來的主線劇情囉 剛剛記錄的地方 這次選擇的是直接把 直接把那個變態給殺掉 先把格西準備好 我們的神奇棒球棍 怎麼了 絕對還沒解開 也許超一直沒有和自己談話的老師 如果殺了老師 一定 要殺了蒼田嗎 要 哇 鞋子不住 老師沒事的 馬上讓你輕鬆 不行 我做不到 殺害老師什麼的 可以的喔 因為你就是我 誰 來 把棒球舉高點 狠狠地揮下去 身體自己就 呃 已經沒有退路了 欸 蒼田 蒼田的屍體呢 蒼田的屍體跑哪裏去了 結果踩一下還是留在那兒 其實他把蒼田老師的屍體藏到哪裏去了 我很好奇欸 這裡嗎 我還蠻好奇他把老師的屍體藏到哪裏去了 老師您在哪 到了 站在 前半裏 槍 失誠 就 那也沒辦法了 那我們就結束他囉 謝謝你能找到我 等等 後面變明亮了 沒有蛋蛋 我們出去看看吧 這邊又回來了 抄假 這邊應該就沒有什麼了 這邊就一樣快轉喔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解除了 超假从痛苦中解放了 肯定 诶 学生会里面有个叫鬼瓦的人哦 平时的日子回来了 彩家和街的人却不在了 上了苍田 超奖的苍田老师也是 但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些 是不是死在一街的人的存在都消失了呢 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 大家的事情 还有记忆和苍田老师对超所做的事情 不无法把任何东西视为不存在 难道鬼瓦桑也死在一街哦 从那天起 我一直见不到鬼瓦桑和爸爸讲的声音 虽然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了 但是他们可真是不可see的人啊 那边走神的家伙 好看着黑板 抱歉 超奖依然行踪不明 不止我找到了超奖的肉体也消失了不见了 可能已经找不到了 但是没问题 因为超奖最后笑了 绝对是从痛苦中解放了 这样真的太好了 超奖 这样我们的迷扫操就结束了 是的 男版的也破完了 男生主线好像就没有所谓的真结局的部分了 真结局只有女生的部分 是的 好啦 我们这次的实况就到这边哦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实况影片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 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 想要介绍我最新的影片资讯 你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有任何意见 欢迎留言在下方的评论板哦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哦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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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